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一集要来讨论 波兰壮阔的郑芝荣 郑芝荣来到了日本以后 好像人生开了一个大挂 他在卖草鞋跟做裁缝的 认识了李旦 这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大海商 李旦就收他为义职 不过郑芝荣跟李旦的关系 比想象中还复杂 他是他的义职 也是他的助手 但是根据明朝末年 有位作家叫张林百 他写了一本书叫《难有路》 《困难的难有路》 他记载他说李旦者名之巨商也 就是李旦是谁呢 他是福建的巨商 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 往来日本与宜霞 就是往来日本跟这海外的人 交往非常的密切 而且李旦去妻子 也就是抛弃了他的中国的妻子 然后娶了洋人 这是李旦的记载 然后郑芝荣少年较好 他说芝荣少年较好 就是郑芝荣年轻的时候 长得非常的俊秀 那以农养四肢 什么意思 就郑芝荣跟李旦有了双性恋的关系 所以郑芝荣算是李旦的情人 也是他的义子 也是他的助手 所以这个关系很特殊 李旦也就后来就把很多的财物 跟事业交给郑芝荣来管理 那两个人又同样是天主教的教友 而且又通晓荷兰与西班牙语 跟葡萄牙语 这两个人语言天赋很强 而且郑芝荣又在日本 跟着日本的武士 学到了圆明流双刀法 所以他的武术技巧也蛮高的 所以郑芝荣很快就成为 中国海商这位集团的首领 李旦的亲信 经常代表李旦往来全州 跟日本的平复 而且结识了严思琪 那郑芝荣就用着李旦的资金 广招干部 像什么郑芯 郑财 郑明 杨耿 陈辉 就把这些人培养成为 郑芝荣自己的势力 李旦安排 郑芝荣认识了 在日本的荷兰商馆的馆长 叫史碧克斯 Jakis 史碧克斯 后来成为巴达维亚的总督 就是荷兰人在远东地区最大的官员 这个对郑芝荣后来的思维 帮助非常的大 也就是李旦提供的人脉 提供的资金 提供的势力范围 让郑芝荣有所发挥 在这个日本期间 也帮郑芝荣 娶了一个日本的女性 他先娶了一个姓陈 我们已经讲过了 然后娶了这日本的女性 叫田川松子 然后田川松子生了长男 这个生了长男 就是郑芝荣 所以对于中国历史 有很大影响的人物 取名叫郑芙松 芙器的芙 松树的松 因为据说是在一个松树底下生下来的 但是后来 这个南明的农武皇帝 才把他改名叫朱成功 那我们以后就称他叫郑成功 所以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 也是郑芝荣的长子 但是郑成功出生之前 刚好荷兰人跟中国明朝的军队在澎湖对峙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故事 那这个中国明朝的官员把荷兰人的两个中国的翻译抓住了 杀了 那这个时候河南人刚好没有翻译啊 就请李旦找一个人来翻译 李旦就派郑芝荣去当翻译 就从此使得郑芝荣人生开了更大的卦 飞上之头已经不是凤凰而是真的是一条龙 1624年1月20号 1624年1月20号 也就是郑成功出生之前 郑芝荣就搭荷兰的船 这荷兰的船名字取得好 叫Good Hope 就是好希望 就把郑芝荣载到了澎湖来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官 帮助这个李旦谈判 就是让中国跟荷兰的在澎湖的军事对峙 能够和平谈判 当时这个荷兰人的舰队司令叫雷野生 我们以前讲过 他在1624年2月20号写给巴达维亚的报告 他怎么说呢 来自日本的一位通事 通事就是翻译的意思 虽然给予优惑的待遇 但目前对我们没什么用处 就郑芝荣到了澎湖享受很高的待遇 可是荷兰人一直派不上用场 为什么 因为翻译除了作为跟明朝政府谈判代表的翻译之外 本来这个荷兰人最希望有很多中国商人来做生意 他可以帮荷兰人跟中国商人之间来进行翻译 就因为这个军事上的对峙 很多中国商人不敢跟荷兰人做生意 所以郑芝荣就变成领高薪没事做 引起了这雷也是在报告上的抱怨 这个荷兰人后来从澎湖撤退 来到了台南的大云港 那郑芝荣也就跟着来到了台湾岛 来台湾岛 因为郑芝荣来到台湾岛 原本李旦在嘉义往港的这些贸易据典 他也就顺便的交给这个郑芝荣 来帮他管理 所以郑芝荣这在台湾岛就有了自己的地盘 那1609年到1621年的时间 因为西班牙跟荷兰人在打仗 有一个80年战争在进行当中 可是就是在1609年到1621年 他们签了一个12年的停战协议 就1621年这个停战协议没有隐藏 所以荷兰人跟西班牙人又开始进入战争状态 那战争状态当时荷兰人基于政治上的需要 就开始到处鼓励中国的海盗 说你们可以攻击西班牙的商船 还有荷兰人的商船 然后我给你们庇护 这个算战争行为 不算抢劫行为 这个名词在当时叫撕掠 就民间抢劫叫撕掠 英文叫privateering 这是个正式当时的战争行为 鼓励民间抢劫对方的民间的商船 所以是交战双方面的政府授权 就不算是海盗行为 如果从这个定义来讲的话 郑之龙不是海盗 他是撕掠船的合法的船长 然后的确荷兰的政府 透过荷兰东印度公司 会发给叫撕掠许可状 这个状的英文名字叫 letter of marquee and reprisal 这是正式的法律文献 就是抢劫合法化 抢劫对象必须是对方军事 对峙的对方 这个大概从荷兰的第一代的执政 奥伦治亲王就是威廉一世 就开始授权荷兰的民间 就开始在抢西班牙的商船 而且不受法律的惩罚 对西班牙的国际贸易 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因为郑之龙跟荷兰人 单独翻译 所以两边就是交往的非常的热络 郑之龙觉得 这个抢劫生意好像可以做 就跟当时的荷兰的大员长官 叫韦特就借了一艘船 然后叫郑之龙带领着 另外20艘后的30艘的 中国式的帆船 到什么台湾海峡 跟到马尼拉的海面上 去劫及西班牙的商船 就没想到 这个郑之龙是天生的海盗的料子 第一趟出去就发了横财 这个劫略许可状一直到1648年 荷兰跟西班牙签了 这个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以后再废除 之前都是合法的 郑之龙 每次从荷兰人的地方 就不断的借船 不断的去抢劫台湾海峡 过往的西班牙跟葡萄牙的商船 然后他荷兰人也可以分到一半的 什么劫略的成果 那郑之龙很守信用 所以就很得了荷兰人的相信 他第一次出去撕掠 就分给荷兰人960枚的银币 相当于15万美元 然后第二次撕掠 分给荷兰人2万两的中国银元 相当于500万的美元 所以我们只能说郑之龙真是天生做海盗 头子的样子 到了1627年郑之龙的首相 因为他很会很会抢 所以西班牙人很怕他 不断的很怕他 可是很多中国人就不断的靠过去 很多中国的个体户的海盗都靠过去 所以在1627年他手下就有400艘中国帆船 还有上万名的海盗手下 变成帮助荷兰人打仗了一个很有力的海上武力 我们不得不佩服他 而且他趁这个机会 也在中国日本跟台湾岛之间 顺便做走私的生意 所以由私类船变成走私船 变成大商人 而且郑之龙因为跟严思琦结拜 严思琦在1625年始 他也接手了严思琦的手下的生意 所以生意就越做越大 这个天生就有领导能力 然后1624年的时候 郑之龙也带了两艘鲤弹的船 还有一艘严思琦的船 参加荷兰人的撕裂船队 在马尼拉的外海 结集了西班牙船队 到1625年3月20号 才返回大远 听说郑之龙更赚翻了 然后1625年1月27号 有个荷兰的船舰叫维多利亚号 Victoria 在航海日记上就记载 他说中国翻译一官 被派往北方去结集 跟俘获了一些船只 然后4月份 这个是1625年4月份 荷兰那个郑之龙大概赚保了 就离开了荷兰人 改到亡港 跟笨港去参加 严思琦的武装船团 然后1625年5月22号 荷兰的船舰叫 折兰武器号 这个船长写信给大员长官 宋克说4月27号星期日 头目一官 就是郑之龙身后有七八位 用大刀小刀还有桶器 就是那种活桶 简单的早期的枪戒 武装的中国人 突然间登上我们的船上来 来向我们问候致敬 就表示郑之龙在短短的期间里面 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海盗集团的首领 已经不再是翻译官或者吴夏阿门 他时间多久 哎呀 才4年 这个人真是天赋毅灵 1625年8月 李旦病逝 郑之龙跟李旦的长子叫李国柱 争夺领导权 而且获胜 掌控了李旦的海商集团 而且把他的正义官改名叫郑之龙 而且他跟很多的故乡来的兄弟们 都用正为姓 然后用姓为辈就改名郑之龙 郑之胡 郑之暴 一大堆 总共18个人 在文献上记载叫18支集团 到了10月份 袁思琪又去世了 所以郑之龙就接掌了 台湾岛的袁思琪的实在 变成是走私商人 变成海商 又变成囤墾团的头者 这简直是不可一视 人生开得超级大挂 郑之龙很善于运用什么 人际关系 还有金钱 还有武力 在台湾 日本 中国大陆 还有南洋 逐步的建立他的海上霸权 所以郑之龙的发迹过程 让近战到台湾岛的荷兰人 感到十分的压抑跟惊奇 1625年4月本来还是一个 默默无声无息 离开台湾岛的范逸园 1626年刚好福建爆发严重的旱灾 然后郑之龙就到福建招募了 很多的灾民陆火 到了1627年 他就已经有了400条船 有六七万名的手下 然后横行中国沿海 还进犯到张浦金门 还占领厦门 而且还几乎烧毁 所有沿海的船只 上岸抢劫 成为名正天下的大海盗 而且接着郑之龙把势力扩展到广东 公路到广东的近海 占领了广东的南澳岛 作为基地 1626年到1628年 郑之龙还用台湾岛的王岗 做基地 频频的劫略福建跟广东 到了1627年 福建的巡抚叫朱一逢 就下令 叫总兵 总兵 余之高 还有他的助手许新树 要进脚郑之龙 那许新树呢 就请荷兰大员的 这个荷兰船舰来帮忙 大员长官韦特 就是郑之龙跟他借船舰的 这位荷兰大员长官 在1627年10月 就派舰队进主到张州湾 可是他要求中国政府答应的条件 他可以跟中国商人自由贸易 而且准许中国商人到巴达维亚做生意 然后这位荷兰长官韦特的舰队 就企图要突袭郑之龙 就没想到反被郑之龙打败 1628年1月6号 东印度的事务报告记载 他说海盗头目一官 成为大员公司翻译 后来无声无息离开那里 在海上行道 短时间内 极有众人响应 且声势浩大 1628年 李旦在厦门的助手许新树 结合的余之高 还有荷兰新上任的长官纳之 就想要说围剿郑之龙 所以1628年1月 郑之龙就率兵从南澳北上 他打什么旗号呢 劫富济贫 这个人厉害 有政治脑筋啊 吸引了很多的旱灾的难民 就入火 那巴大维亚总督科恩说 郑之龙有400艘船 人员六七万人 就是当时很明确的记载 双方面在南澳的海面 爆发海战 然后许新树 还有荷兰的纳之都战败 然后郑之龙呢 这个追击啊 这些人啊 到了无语 就是张州附近 还有公路厦门 杀死了洗心树 逼得余之高 爬出城墙 仓皇而逃 所以郑之龙大获全胜 那郑之龙为了要报复荷兰人 就劫持了荷兰商船 叫西卡佩尔号 而且掳获了2.6万里尔的白银 控制了福建沿海 有趣的是郑之龙这个人 不是一般海盗偷子 他竟然事后不计前嫌 反过来要跟荷兰的纳之长官和解 厉不厉害 这个人是眼光放得很远 纳之就亲自跑到张州的越港 跟郑之龙见面谈判 那纳之以为啊 从此以后就可以自由贸易 就跟中国的走私商人 可以大做生意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郑之龙本来想要垄断中国的 对外的贸易啊 就纳之反而跟中国的其他商 走私商人做起生意来了 所以啊 这个郑之龙就派人驱逐啊 这些小型的走私商人 而且没收他们的货物 就反而引起啊 荷兰长官纳之的什么不满 两个人的发生激烈的争论 那郑之龙命令纳之离开张州 否则他要用火炮来攻击纳之的船队 纳之也因此怀恨在心 到了1628年8月21号 纳之就率领了九艘的船舰来到了厦门 那邀请郑之龙到他的旗舰 叫做特克塞尔号来做客 然后却趁机扩押什么 郑之龙 逼着郑之龙签订一个三年的供货合约 包括14万斤的生丝 50万斤的砂糖 10万斤的填浆 1000匹的绸缎 要求郑之龙不得阻挠中国的走私商人到大园去做生意 可是不管怎么说 郑之龙签了这个合约 他也想信索这个合约 郑之龙呢 集海商海盗 而且因为他后来投靠明朝政府变成明朝的海军将领 所以他这个人又是海军将领 那又是海盗 又是海商 可以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道官商的高手 郑之龙就是这样子轰轰烈烈起家 不过他后来搞政治就不行了 那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说明 搞政治下场悲惨的郑之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